大家好,我是时事军事节目主持人夏洛杉 6月13日凌晨,多架中共空军飞机飞过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空 其中包括5架中共空军最先进的歼20战斗机 据说是为7月1号的阅兵做准备 在中共空军的所有飞机中 减20已经成为其军事现代化的标志 作为中共权力和力量的象征 出现在各种出版物和展示的现场 甚至有人把它称为大国重器 并拿它与美国迄今最先进的战斗机F-22相提并领 大家知道F-22是40年前美国空军作战思想的产物 但是今天仍保持着无与伦比的先进性 1997年首飞 2005年开始装备美国空军 到2011年停止生产 总共生产了195架 到今天为止已经称霸天空24年 在战术技术性能上无人能与之抗衡 其标志性的性能特点表现在雷达隐身 超音速巡航 超机动性和超态势感知能力 也就是俗称的四超 目前进入服役的所谓第五代战斗机有四种 除了F-22以外 还有美国的F-35 中共空军的歼20和俄罗斯的苏-57 但后者在综合性能上都没有达到F-22的水平 今天我们就说一说歼20 在中共的宣传中把它认定为第五代战斗机 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F-22 但这个在F-22问世20多年后 才出现的飞机真的能在性能上赶上来吗 我们还是从歼20设计之初所面对的问题说起 歼20按照第五代战斗机的设计标准 当然要追求F-22所代表的4S指标 但问题是要在实际技术能力和资源限定的各种硬性的边界条件中妥协 这些边界条件表现在动力装置 武器材料制造工艺电子设备和战场信息系统等多方面 其中对飞机性能影响最大的是动力装置和武器系统 F-22前机身呈零形 中机身截面呈五边形 并逐渐过渡到后机身的扁平矩形截面 采用机身生力体和大边条设计 机翼采用中等后掠角上单翼零形机翼 并采用机翼扭转措施 尾翼采用四翼面全动垂尾和全动平尾 采用两侧进气的S型超音速进气道 平行四边形进气口和长方形尾喷管 F-22的气动布局 在权衡隐身性能和气动特性的基础上 其综合性能达到了航空历史的高峰 歼20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抄袭了F-22 唯独气动布局别出心裁 采用了双击涡流生力体 鞭条翼压式气动布局 采用花哨的压式布局并不是因为它比F-22先进 而是因为动力装置能力太弱 不得不在气动布局上做出妥协 直到现在可供歼20选择的发动机 只有俄罗斯的李炮机械制造企业生产的AL31F涡扇发动机 以及中共国自己生产的涡扇石发动机 这两种发动机都不能满足动力需求 尽管不断传出涡扇石发动机的各种改进性 甚至称比俄制的AL31F还好 但歼20就是不安装涡扇石 如果涡扇石好 歼20有1000个理由也不会安装进口的俄罗斯发动机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共的宣传和实际情况有多大的差距 最初专门为歼20配套的是推力更大的涡扇石五 关于这款发动机 几年前就听说实现了突破 取得了重大成功 终于达到设计要求等 但今天的说法是 量产还是要等五年以后再说 歼20在设计之初就干脆放弃了涡扇石五 以及一直不能很好解决使用寿命问题的涡扇石 在推力更小的额制AL31F发动机的基础上设计歼20 应该说从设计师的角度看 他们的选择是明智的 否则我们现在看到的歼20可能还是一堆图纸 动力不足迫使在气动布局上妥协 歼20的中长压抑边条设计是为了追求最大生力系数和最大限度的减少超音速飞行状态下的阻力 并提供尽可能大的堕面控制能力 以保证在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实现有限的机动性能 而因此损失的首先是隐身性能 突出的压抑在飞行中会不断的偏转角度 毫无疑问的破坏了设计师努力保持的光滑外表 这对于减小雷达反射截面绝对不是一个正面的贡献 另一方面靠气动设计也不可能挽救超机动性能和超音速巡航性能 因为这两项能力更多的依赖于发动机强大的推力 仅靠堕面的作用无法弥补 我们对比这两种飞机在做机动动作时的表现 就会对歼20形成呆滞迟缓的印象 相反压式布局还有可能会断了歼20改装大推力失量发动机的念想 除非重新气动布局 当然那就是另外一种飞机了 中共空军希望以战场信息系统和超视距空战能力来回避机动性差的问题 这一点从最初的设计就能够看到 歼20的武器系统除了各种空对空导弹以外 最初并没有设置航炮 也就是说设计师认为歼20典型的作战模式是超视距空战 可以不考虑近距格斗情况的发生 因此机动性能也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至于超机动性能就更无需强调了 落后的导弹技术也给歼20的设计带来不小的麻烦 体型笨重的导弹 迫使设计师将弹舱的尺寸扩大到极限 然后再用复杂的气动设计解决巨大弹舱带来的问题 以霹雳12为例 这是一种与美国的AIM-120相对应的中距空对空导弹 但霹雳12除了性能比对方小以外 体积重量都比对方大很多 导致歼20的弹舱比F-22大一倍 机身截面积自然也增加了不少 目前 歼20配置的AL31F发动机最大持续推力为16700磅 加力推力为27560磅 而F-22配备的F119 PW100发动机最大持续推力26000磅 加力推力大于35000磅 二者发动机推力相差近1万磅 重量相当 外形尺寸更大的歼20 依靠推力比对手小30%的动力装置 怎么可能在性能上有资本与对手一搏呢 F-22的最大速度为2.25马赫 巡航速度可达到1.82马赫 而歼20宣称最大速度为2马赫 至于超音速巡航性能 基本都是美丽的传说了 实际上在目前的动力配置下 歼20根本不具备超音速巡航性能 在第五代战机的四个超能力中 超音速巡航和超机动性 基本上就已经与歼20无缘了 至于另外两个超能力 我们从观察到的现象说起 大家注意到 一年以来 特别是近期 中共对台湾防空识别区的入侵行动 日趋频繁 且规模不断扩大 但从来也没有看到过歼20的身影 作为中共军事装备的核心力量之一 歼20的缺席耐人寻慰 我们不妨大胆假设 如果歼20真的出现在 战云密布的台湾海峡 可能立刻就会暴露在 美日台最先进的雷达探测系统面前 那时候 也许我们就知道歼20隐身性能的真实面目了 而超态式感知能力 还不能完全算在歼20身上 那是涉及到参与战区作战几乎所有军事装备的更大的系统 即使在歼20身上能够实现一部分功能 还要看中共有多少空中地面和海上的装备能够与之配合 否则也是鼓掌难鸣 总的来说歼20与第五代战斗机的四项超能力对照 起码有两项靠不上边 另外两项无从正视 但值得高度怀疑 如果一定说歼20是第五代战斗机 那么充其量也就是一个被迫 没有在气动布局上贯彻F22设计思想的山寨版半程品 今天的话题就说到这里 谢谢您的关注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